好 下一個練習 這叫做 給我百分濃度 請求墨濃度 好 給了我百分濃度 給了我密度 給了我體積 問我多少答案 答案第一個需要體積 有了50毫升 第二個需要墨 沒有墨 怎麼辦 那 可以想像的到是 給我重量百分濃度 我應該有辦法 求出溶質的質量 那 我有溶質的質量之後 我似如是就可以求 溶質的墨數 那有了溶質墨數 在於所以溶質的體積 我就有大M 所以這題體積不用求 50毫升不用求 但是你要求他有幾墨 根據他給我的是重量百分濃度 所以顯然我是要用質量 除以原質量分質量求墨 那請問你 你怎麼知道溶質的質量有多少 你怎麼知道溶質的質量有多少 你要怎麼辦 怎麼長 剛才講給我百分濃度 溶質質量是溶液質量乘百分濃度 那這題有溶液質量嗎 好像也沒有 那你要怎麼找 你要怎麼找溶液質量 然後 就可以往裡面帶 找到了 OK嗎 可以嗎 來 找一個可愛小女生吧 有可愛小女生嗎 可愛小女生叫做3號 3 你有答案嗎 我剛才已經把怎麼樣做怎麼樣想的方法告訴你了 我需要體積我需要墨爾 體積不用求我要求墨爾 墨爾感覺要用質量來算 那怎麼求溶質質量 溶質質量是溶液質量乘百分濃度 可是你沒有溶液質量 但是你有密度 怎麼樣從密度去求溶液質量 然後去求溶質質量 然後去求溶質質量 然後去求溶質的墨數 然後答案就出來了 有答案 你有答案嗎 沒有 沒有 剛才講說我剛才的做法寫個等式 讓它相等 我用找的是溶質相等 你用百分濃度算出來的 跟你用墨爾算出來的一樣大 你可以寫質量一樣大 你也可以寫墨一樣大 看你覺得寫哪個你比較清楚 都可以隨便 所以溶質的要一樣 因為我要用濃度 濃度會算到溶質 所以我用溶質一樣 所以用溶質 那你可以寫溶質的質量一樣 你也可以寫溶質的墨爾數一樣 看你高興 我這邊用的是質量一樣 墨爾濃度求溶質質量 然後求溶質墨爾數 溶質墨爾數 你要先知道溶質的墨爾數 才會求出溶質的質量 溶質墨爾數 那個右上角 墨爾是深分之墨 所以可以求溶質墨 下面就是要去 墨爾成原子量分子量 會等於質量 所以帶進來 第一步 不曉得幾大M 乘以50公升 除1000換公升 有這麼多墨爾 然後呢 要把這麼多墨爾 變成質量 要知道原子量 或分子量 氫氧化鈉 40 往裡面乘 所以2S克 2S克 就是用 墨爾濃度算出來 我的氫氧化鈉有2S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百分濃度 就是要用溶液質量乘百分濃度 去求溶質質量 可是他沒有告訴我溶液質量 所以要用溶液的密度 去乘以溶液的體積 所以算出來 是溶液的質量是80克 這不是我要的 我要的是溶質質量 溶質質量是溶液質量乘以百分濃度 好 所以往裡面乘 72克 那這個就是跟看來的2S要一樣 所以 36大M 所以算出來36 就是練習19的算法 OK